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一口诺鸡鸡不用牙也能吸 提花蟹后窝骨筋 双重享受 谁能抗拒 今天有三大法宝 保证上来诺鸡鸡 让我们一起体验诺鸡鸡的无限快乐 欢迎大家来到回家吃饭的厨房 今天给您分享一个美食圈的特别火的名词 它就叫做诺鸡鸡 不是诺鸡 是诺鸡鸡 您知道什么叫诺鸡鸡吗 您知道诺鸡鸡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不知道 诺鸡鸡 诺鸡鸡啊 数捷 像是年糕 然后那些麻薯那些东西吧 拉丝 然后有点粘稠的口感 我就是诺鸡鸡女孩 在我们南方那边 有很多诺鸡鸡的美食 牙科不好也可以吃 就能够有故乡的味道 看 这些就是诺鸡鸡的美食 这一感觉看上它就特别的解压 特别想拿手戳一戳或者吃上一口 然后拿上一个放进嘴里 这个感觉让人极度舒适 首先是整个口腔有一种被软糯按摩的感觉 其次咬上一口 它有非常强烈的一种回弹感 就好像唇齿之间有非常强烈的节奏感一样 这就是诺鸡鸡的快乐 据说今天要带给我双倍的快乐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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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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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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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厨好 大厨好 您好 这样咱们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跟大伙打个招呼 来 大家好 我是来自浙江温州的美食爱好者郑若云 因为我非常喜欢吃美食 所以大家都叫我若云 并且我做的诺鸡鸡美食可以人气超高的 哦 魏洛云 大家好 我是永远朝着人气美食风向标前进的大厨 童文 今天我带一个字 懂得诺鸟 他就是他说的 你能听得懂吗 听不懂 诺诺的肉 诺诺的肉 对 让你吃不够 就跟童大厨本人一样 其实我们俩都是咚咚的 都是诺经经的肉 诺经经的 大厨今儿做什么呀 今天我做很有思情话意的 提花 邂逅 乌骨精 什么事情话意 这不就是两道肉吗 怎么着急不喜欢啊 这个肉云今天做什么呀 我今天做一道芋泥香酥鸭 然后再来一道我们现在很火的一个牛油果马属酸奶 芋泥香酥鸭 大厨吃过吗 传统的粤菜名菜 对 我做的是可以在家里也能复刻的家庭版 自己在家里也能满足这种诺鸡鸡的感觉 对 做法也非常简单 我还期待另外一个小甜品到底是什么 一会儿肉云给咱们做一下 先把芋头给处理一下 我们一定要用密谱芋头 对 不要用那种小的芋头 那种小的芋头就不太适合用来做这种 有一点点甜品类的东西 这样一个芋头的话能做两份 我们今天就用到半份就可以了 但是我觉得大妈它跟鸭子搭配 就是总感觉它 你有没有网上看过一句话 就是甜咸有动机 甜咸咸在一起的话 就是那种感觉非常好吃 看来我已经退往很多年了 肉云怎么想起做这么一道菜呢 最近有一部电视剧特别火 不知道您看过没 现在大街小巷大家都在复刻 超火 不是 妈 你让我去给她买她最爱吃的 芋泥香酥鸭 这个是我为你排半个小时的 对的芋泥香酥鸭 你给我好好吃 就上锅蒸熟就好了 直接蒸就可以了 直接蒸 水上汽以后蒸个十到十五分钟 差不多 再一步芋泥香酥鸭 肯定得有鸭 鸭呢我们就选了这种烤鸭 这个传统的粤菜 它是用什么样的 不不不 传统粤菜是那个生鸭去骨 铺平以后 把芋泥覆盖上面 然后再去炸 那挺麻烦的 挺麻烦的 因为还有 这鸭子处理完以后 还要腌制去那个鸭子的烧 那个烧腥味和那个腥气味 咱俩要保持了原味 所以都特别麻烦 先放锅里面稍微煎一下 少一点油吧 这样煎制的好处是什么 会让它表皮更酥脆 然后把它香味给激发出来 煎完之后它表面这种酥脆 会跟咱们那个糯唧唧的芋泥搭配起来 口感真的非常丰富的这种 层次感非常强 稍微感觉表面有这种脆脆的 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给它夹出来 放一边备用 来看一下好了没 像这样子用筷子一戳 它就烂了的状态就烤了 它芋头它不还是那个 就是面粉或者是淀粉那种状态吗 只是有点软 但是它搭配到那个糯唧唧的感觉 您别急等会儿 就是我们要加一个糯唧唧 必须要放的东西 它就瞬间变糯了 咱们现在这个颜色不是 没有那么的粉嫩 我们就加一点点紫薯粉 加一点点牛奶 我们先给它捣成泥 这是专门做糯唧唧的一种工具吗 是的 它可以捣很多东西 特别方便 我用来最多的就是捣芋泥了 这样子倒得差不多了以后 这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今天糯唧唧的关键 糯米粉 就是你说的刚刚那个关键 能把让它变糯的那个东西 半个芋头的话 就加两勺糯米粉就可以了 两勺糯米粉 就让它变得糯唧唧吗 就是这种淀粉类的食材 我们碰到糯米粉 它就会变得很糯唧唧的 像平时咱们商药 土豆都可以加糯米粉 然后咱们上手就把它揉成团就可以了 那其实咱们各地都有形容 这个糯唧唧这种感觉 刚才你说那种上海话 说这种糯唧唧它是怎么说的 糯唧唧 用这种乌农软语说出来更糯了感觉 那这种乌农软语说出来更糯了感觉 我用温中话来说一下 温中话来说就是浓细细 浓细细 也很好听 成国各地都有糯唧唧的美食 那咱们一块了解了解 为什么都这么喜欢糯唧唧类的美食呢 糯唧唧是川鱼方言 也可以说是我国西南地区方言短语 本意就是指某种食物 年性很强 吃进嘴里有嚼劲 虽说江南是糯唧唧美食的大宗产地 但在各地糯米引发师傅的推动下 东南西北都涌现出不少糯米美食 比如西安镇高 成都瓷巴 广东糯米鸡 北京驴打滚 更有传统节日必吃的美味 春节要吃年糕 元宵节要吃汤圆 清明节要吃青团 端午节要吃尖堆打糕粽子 都有无法抗拒的糯唧唧身影 好 火好了 给大家看看状态 我们来看一下 非常的软糯 再不咱们在案板上放一点点的糯米粉 碗粘 取一半的芋泥 我们给它压成饼 不会是包饺子吧 来 我们把它弄成一个大饼的形状 我发现了 今天我们选择的碗都是芋泥色系的 很搭 弄成饼了以后 我们把烤鸭摆上去 现在看到这种感觉 虽然它还没有变得很糯唧唧 但是你看很耀眼的颜色 加上这种很诱人的烤鸭 是不是就特别有食欲 接下去有一个灵魂的调味 这个是我自己想的 马苏里拉芝士 对 放上芝士 等会就会有拉色的感觉 这道菜真的体现出来 我最开始说的 糯唧唧美食的双倍快乐 摆好以后 我们就把另一半的芋泥 也是弄成一个饼 然后把边缘给它收好 咱们假设说一会儿是蒸着吃 蒸着吃它能吃糯吗 然后煎着吃了 煎着吃它变脆了 到底该用什么方法炸吗 原版做法是用油炸的 但是咱今天做一个低油的家屏版 就是用空隙炸锅来炸 我现在需要蛋液 然后我们给它刷上去 撒上面包糠 隔壁小孩都要铲枯了 旁边的小孩也要铲枯了 蛋液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 让面包糠附着在上面 这样子它外面就有一层保护壳 外面就很脆 里面还是很多的口感 那我们所做的一切工作呢 其实都是为最后那口 糯唧唧来服务的 撒上面包糠 撒上灵魂面包糠 好了 来翻个面 今天这个感觉就有点内柔外缸 这个里面是糯唧唧的 外面一会儿炸出来 它是那个脆的 反面也是刷上蛋液 这个真的在家庭里面特别实用 芋泥香酥仪肯定是要脆 芋泥是软糯 对吧 那今天它这两种都包含在里面 非常不错 我期待着 好了 好 这就可以了 嗯 接下来就可以放入空气炸锅当中了 好 要点个油脂 正好 嗯 刚刚好 刚刚好 180度烤个18分钟左右 8分钟的时候翻个面 好的 烤的时间我们来做一款 我带来的神秘酱料 酸甜口的甜辣酱 准备一下小米椒和蒜 这就这么多 有那么多辣椒吗 这口味有点重 其实它也没有很辣 看着挺辣的 但其实没有那么辣 对 然后把辣椒和大蒜一起放进去打一下 完完全全是那种辣香辣香的 然后带着一些蒜的香气在里面 醋160克 糖140克 盐是6克 食盐做一个底味 然后再挖一点点的我们的辣椒 咱们现在就可以开小火了 我们就这样子给它搅拌搅拌 大厨帮我开一下 我去给空气炸锅翻个面 好好好 好来 我们可以借用盘子来翻面 我们可以借用盘子来翻面 然后再烤个十分钟就好了 好 来 我们就煮到有一点点粘稠就可以了 出锅咯 我们等它冷却一下 上头吧 上头 上头 酸酸的 好开胃 有点开胃 好了 咱们看看锅里的情况了 出锅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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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香了 颜色非常好吃 金炭炭的 听听表面酥脆的声音 来 切了 来 切了 这一刀下去 最少能收获一万的粉丝 好 那接下来我们装盘尝菜咯 配上我们的灵魂蘸料 嗯 这种咀嚼感啊 会分泌你的多八分 感觉到特别快乐 嗯 那面包糠和蛋烟的酥脆感 对 非常强烈 是那种糯糯的按摩你的舌头的 那种感觉 好 我们再浇点汁尝一尝 这个感觉味道又不一样 甜甜的酸酸的味道 就是第一口那个酸 就让你瞬间的感觉到开胃 芋头混合糯米粉 煎好的烤鸭肉裹进去 再披上一层黄金甲 超诱人的芋泥香酥鸭 谁能抗拒 我给大家划重点啦 烤鸭煎之后去油腻 口感更丰富 芋泥中加入紫薯粉颜色更好 香味更足 今天我就给你们做一道 衣服是很多鸡的饮品 超级好喝又解腻 叫牛油果麻薯酸奶 好 咱们尝一尝 好了 提起啊 諾吉吉的美食代表 那就得说到麻薯了 对 我们在家里做麻薯 我觉得难度挺大的 因为家里做清晨荣誉翻车 对 只是一点都不难 真的吗 那你教教我们怎么做 来 我们先准备牛奶和木薯淀粉 它俩的比例 10比1就行 这个是我试了很多次 不会翻车的做法 做麻薯处翻车密集 比例一定要记轻 不需要什么技术 我们就把牛奶倒进去 然后木薯淀粉倒进去 倒进去 好 根据个人口味呢 加一点糖 喜欢吃甜的就多加点 我们一定要先把它搅拌均匀 再开火 怪不得有人就在家里做翻车 就是它非常容易结块 这也是在家做麻薯的重点之二 好 搅拌好了 现在咱们开小火 像我们平时做的这种 糯唧唧的麻薯 煮原料都是木薯淀粉 因为它里面加木薯淀粉 它就会越来越浓稠 接下来需要把牛油果倒成泥 做三杯的话 咱们要一个半牛油果 一杯的话咱用半个 把牛油果挖进去 这种做法也是电视剧看过来的吗 这个不是 这也是最近特别火的饮品 我还加了自己的糯唧唧麻薯 这就是在家里做糯唧唧 不用排队也能吃 看 已经变了糯唧唧了 咱们现在可以关火再搅拌一会 你们看这个拉丝 它的制作过程特别地解压 也感觉非常治愈 我们现在把麻薯放点一会儿 把牛油果捣碎一下 咱们用勺子给它挂个底 这样颜值更高 你看好看吧 好看好看 这时候咱们就把这个麻薯倒进去就好了 好看好看 好看 看这个拉丝 牛油果 麻薯 酸奶 还差一个酸奶 嗯 再来一个灵魂的奶盖 哦 干杯 干杯 啊 嗯 来 它是这个香醇 但是它不腻 嗯 喝起来有一种那个淡淡的果香味在里面 嗯 非常的爽口 而且特别解腻 你赢了夸奖真的 太棒太棒 真的很棒 这就是一口糯鸡鸡 不用牙也能吸 糯鸡鸡的麻薯挑进牛油果酸奶 一定要大口吸哦 这座麻薯不翻车的秘籍来了 牛奶和木薯淀粉比例10比1 开火后不停地搅拌就可以了 嗯 那接下来咱尝一尝肉类的糯鸡鸡美食 哇 太期待了 这个肉云在家有做过吗 类似的 嗯 这种大菜我在家很少做 嗯 女孩更会喜欢吃那种 比方说甜一点的 或者颜值高一点的 嗯 对 像这种肉类的 谁说我做的菜颜值不高 不是 我觉得它更容易翻车 今天有三大法宝 保证上来糯鸡鸡 包括养盐 对吧 口味 嗯 颜值 我给它营养 今天咱们现在做荤的猪前蹄 这是前蹄 前蹄 前蹄叫带筋 大家一看看 这个 这都带筋的 这就是弱弱暖暖的感觉 前蹄呢 它的就是筋会多一点 多一点 但是那后蹄呢肉呢就 多一点 适合炖上直接吃肉的感觉 其实今天我们做的 猪蹄蟹后牛窝鸡嘛 就是一定要选筋多的前蹄 就是靠这根筋很糯糯唧唧的感觉 在选择牛窝鸡的时候 也是筋 也是筋 一定要是有那个筋块的 对吧 咱先把那个猪蹄给它破开 好 怎么处理 先改一开 朋友们 这不更解压吗 感觉怎么样 就感觉好像欠你的工资 一直没给似的 好 这时候我们要做凉水 焯水 好 咱们凉水下锅 把它的血湿和味道 再给它焯出来 第一法宝就来了 这个不就是白醋吗 就是用它的酸性 让它软糯干呀 因为它就是起酸 让它自己的那个纤维素膨化 来 这个是什么 酒 玫瑰酒 玫瑰鹿酒 哦 给它蒸香 对吧 然后让酒味去腥 怎么把这个猪蹄和这个牛窝鸡 又做得颜值高 好 包括还有香 白芷 档生 玉竹 几颗白胡椒粒 两片香叶 然后最后呢 加这个 这是啥呀 这是第二大法宝 叫苏打水 苏打水不是碱性的吗 碱性的 让它的胶原蛋白 更能膨化一点嘛 所以铜大厨的第二大法宝 就是用苏打水代替水 能让我们的肉的更加软了 第三点 让它糯极些 必须用高压来做 因为它这个高压 在循环当中能迅速地膨胀 所以你看我们这三点啊 都很重要 煮的时候放一些酸性的 泡的时候呢 要用苏打水 最后要用高压锅来压制 这三点您学会了 您也能把肉类做得到地底 我们说这话 感觉已经开锅了 你看 刚才这里面有很多血沫 把它血水一定要清洗干净 明白 清洗完以后呢 最大程度去除它的心酸味 好 这时候我们就高压成型 把猪铁拿着手的先放下面 压制多长时间 上汽以后45分钟 然后再焖个15分钟 千万记住 一定要焖 为什么焖这不很关键 你不焖的话我跟你说 它那个酥烂感没有 还有焖的就第二座 把它排除它的油脂 对吧 我们高压锅声音太大了 还要替我们工作人员 拿到后厨去压制一下 对对对 这个白卤吧 虽然说它挺香 它白的还是显着有一层油 今天我带了两款料 一个是清新爽烤 第二款是香辣浓郁 咱们先做香辣浓郁的 来一点点糖 加点麻将呢 这浓郁感就由此而来的 一个糯吉吉的肉 再配上糯吉吉的酱 再配上糯吉吉的酱 加点辣椒粉 辣椒粉 来点鸡精 这时候我就要吃油了 好 这个香味一下子就出来了 对 这个香味可以说是蘸什么都好吃 那接下来咱们再做清新爽口的蘸料 好嘞 这个是 小清明 来三个 小米辣 柠檬片 柠檬片 再切点罗列叶 爽口的一个效果 加点鱼露 把纯淀水倒进去 食盐 两勺糖 鸡精 这个料看着就是有一种 非常解腻的感觉 对 清爽 对 对 好 咱那猪蹄的一个上吧 好了吗 猪蹄好了吗 好了 赶紧拿上来吧 我跟你说 哇 大厨 那最后结果 能不能出现我们期待那种 短短短的感觉呢 来 开锅喽 看着就很嫩 真是 懂 懂 行不行 真看着是不错 现在这个香味 可能连通过屏幕是看不到的 但是真的很香 都脱骨了 你看到了 真是 它里面的那个筋都已经炖得非常透明了 对 来 角折板 好 香辣浓郁的 撒点花生碎 撒点熟芝麻 这配色好好看 然后再来点葱花 好 最后是放两颗小米辣 来 清爽解腻的 绝了 你知道吃这种 它不是用嚼的 不是用咬的 它是用吸的 对 这骨头都已经脱出来了 嗯 太软烂了 好的 咱们先尝一尝这种 来 尝 清爽的感觉的 清爽的 我第一次体会到就是什么叫双倍的快乐 既能吃到那种糯唧唧的感觉的肉类 然后又能吃到这种清新爽口的感觉 嗯 密质酱料往上淋泼 软糯弹牙 一口下去 全是胶原蛋白 吃完舒服整个秋天 我给大家画重点 一 选择代金的猪前蹄 胶脂更丰富 二 炖肉时加入苏打水 可以让肉更加软烂 它也不像比萨 它其实更像门丁肉饼 一杯的话咱用半个 所以想吃这条菜 最好是两个人吃 一个就够了是吧 两个人吃一个 那你不喝了呗 我喝就行吗 你凭什么呀